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Fashion Talk 我是主持人佳玲 最近刚好到了时尚品牌夏季新品上市的热门世界 除了衣服要换季 饰品也需要换季 但要怎么用小饰品搭出大质感 就是一门学问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难得的大来宾 就是我们的第一名人孙芸芸 来到线上 要跟大家分享今年夏季必备的饰品 还有怎么样穿搭 欢迎芸芸 嗨大家好 我是孙芸芸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视频怎么去搭配 所有搭配的细节 OK 自己记有很多的很大的耳环 然后就是类似像这种很大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K金的系列 那像自己记有很多的耳扣 耳扣就是耳骨上面的一些耳控 从上面头骨一直扣到下面 像我喜欢就是有做一些层次的搭配 那有一些项链带短的配长的 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有三个搭在一起 那它搭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一长一短的概念这样的戴法 我觉得项链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些项链 其实它没有限制 反而是可能是可能多几个链子 其实穿在衬衫里面或穿T恤 或者是像我今天就是领子比较大一点 开口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层次的一些穿搭 像领子大一点的话 其实你做长一点的链子 它可以刚好卡一个在胸口这边 然后再一个短的其实就蛮好看 那耳环方面 因为像我最近一样看韩剧 就会发现好像很流行 很大的耳环 那可是也有一些人会很喜欢那种 很小的像你今天这样子的耳骨上带的 小的东西就可以带多一点 那我觉得像大的耳环 大的项链 其实它就是带一个 它就是呈现出一个很有效果的造型 那也有人说 像是耳环是可以修饰脸型 那大家指望女生 就是都希望脸看起来越小越好 这用哪一类的是可以 就是让脸看起来显小的 我会建议大耳环 因为这自己其实流行很多的一些 很oversize的一个宽的那个 尤其是肩膀这边的造型 穿这样的衣服 你就觉得头好像变少了 那相对的呢 就是耳环如果它是比较大的面积 然后你带在这边的话 其实你看起来就是 脸其实就变少了的感觉 那你觉得今年夏天 有哪一类型的手链 是你觉得一定要拥有的 我刚才是很喜欢把 K精系列跟饰品搭在一起 像我现在手上带的这个是 金色的小猪猪的一个 K精系列的手镯 那我有的时候就会像 这个是饰品的 这个是水钻 所以我就会把它搭在一起 混在一起这样 就比较有趣一点 那有时候我会喜欢卡在这边 穿有些衣服的时候 它这样子搭在这边 也会有一种不同的造型 在叠搭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技巧 才不会看起来太多 太累准 像我今天好 我就会带一些小小的 这样点缀在一起 自己其实随性带 就搭一搭看看 怎么样比较适合 那当然我觉得项链的部分 就会是比较 比较需要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对着很多的时候 像长长短短 或者是横的窄的高的 所以我就会喜欢 有一个层次感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款好了 你看它其实三个形状 跟高度都不一样 然后有长有短 所以当它叠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隐约看到每一个层次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 就是一条短的项链 然后搭一个比较长的项链 可以可以 像我自己都喜欢一长一短 那一长一短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边很有趣 会让人家特别想看一下 你带什么 上面这个我一定是带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下面的话就会多一点 多一点层次 多一点东西 因为夏天到了 然后我会穿很多的凉鞋 所以脚趾头要保养得很好 指甲也要擦好之外 配件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会特别喜欢带脚链 有时候我会带两条 像有时候布鞋我也会带脚链 布鞋带脚链也蛮可爱的 所以也不一定限 我觉得没有说很多的限制 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去搭发 其实就自己搭出自己的样子 是最好的 现在其实因为 很多的造型 很多的style是多元化的 以前会觉得说 K金要配K金 然后饰品要配饰品 其实没有一定是怎么样 可以自己 试着搭配自己的style 可以多试试看 我倒是觉得多试 可能会找出自己适合的一些样子 这样 那今天再次非常谢谢云云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次在薰靠口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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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